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眼睛去着泪水 有些脏兮兮的小手正用力地捂着耳朵 她不敢喊 不敢上前去阻止 只幻想着有一个从天而降的英雄 可以带她逃离这里 不知过了多久 争吵声渐渐停止了 但是这个家也散了 迟妈妈说 与其在这个支离破碎的家里消磨青春 不如好聚好散 各自潇洒 小宝莲被留给了妈妈 隔天又被送到了外婆汪琪家中 自此总算过上了几年平静的幸福生活 汪琪年轻的时候是一位风华绝代女明星 她毕业于上海复杂大学 不仅样貌出众 谈吐和修养也是一等一的好 和女儿的暴躁不同 汪琪对陈宝莲格外的温柔 她时常会教陈宝莲读书写字 也会带着蹦蹦跳跳的陈宝莲 跟一起去服装店里做旗袍 每天都让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以至于总能听见邻居夸赞她这个小外孙女 哥小姑娘迈向老林楼 就这样陈宝莲开开心心的长到了12岁 而抛下她的妈妈也在这一年出现了 离婚以后陈妈换了很多男朋友 最后终于如愿的嫁到了香港 她本来不想带着陈宝莲这个脱油瓶的 但当她看到女儿明艳的美貌后 就像看到了闪闪发光的居宝盆 于是便改变了主意 小孩子是没有选择权的 陈宝莲被迫和妈妈去了香港 离开那一天她哭得很伤心 看着60岁的外婆心里纵然不舍 但也别无她法 只能在心里安慰自己说 终于可以和妈妈在一起了 到了香港陌生的环境 让陈宝莲更加没有安全感 而将她带过来的妈妈 不仅对她不闻不问 还将繁杂的家务都丢给了她 让她成了免费的保姆 为钱卖女陈宝莲苦难的开端 1月88年 15岁陈宝莲出落的越发挺挺欲力 不仅每天在学校会收到情书 在街上也是人群中的焦点 看到这样的女儿 陈宝莲知道 这个养了两年的聚宝盆 终于要开始进账了 她给陈宝莲安排了第一个工作 去做模特 虽然比不上演员 但是模特也要比其他的普通工作来钱快 而且陈宝莲身材高挑 只要进入这个行业 就不愁没出路 果然陈宝莲很整齐 入行没多久就赚了不少的钱 做了两年后 陈宝莲的经验越来越丰富 陈宝莲就让她去参加亚洲小姐的比赛 但毕竟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 纵然出众 也还是不幸落选了 而那年的冠军 正是为成龙生下小龙女的吴奇力 不过落选并不要紧 总归是上了一次电视 她出色的长相 早就被有心人记在了本子上 其中就不乏一些拍风月片的导演 那个时候的陈宝莲还没满18岁 没有自主权 这导演就找到了陈母 陈母没有抵抗住金钱诱惑 她将自己的未成年女儿给卖了 陈宝莲永远都不会想到 这一次的妥协将成为她无止境的噩梦的开端 看到了三级片市场带来的巨大收益后 陈母大手一挥 一口气给女儿签了十步 一步比一步尺度大 让陈宝莲彻底陷入了深渊无法自拔 虎毒焉能不食子 既然在母亲这里得不到爱 陈宝莲也潇洒的不再奢求 她开始将目光放到了男人身上 毕竟颜值和身材都如此出众的她 从来就不乏追求者 以为的救赎却是毁灭的开始 陈宝莲曾在日记中写道 自己17岁那年就被潜规则了 她曾和莫少聪 黄紫阳等传出过恋情 可这些男人都一个个离她而去 直到遇到黄仁忠 这个比陈宝莲大33岁男人 黄仁忠 台湾三大丑男之首 虽然她的相貌生得不尽人意 但她的确是台湾赫赫有名的股票大王 不仅出身于高官之家 自己也是高学历人才 最辉煌的时候身家高达数百夜行台币 除了赚钱 黄仁忠还有一大爱好 就是独爱美女 她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 女人是我的生命源泉 没有女人我吃不下饭 黄仁忠也确实像她说的那样 视女人如生命 据说她还为此专门建造了一栋豪宅 里面有一个巨大的泳池和一张 可以同时容纳九人的豪华大床 经常邀请美女过去谈心 不得不感叹一句 有钱人的世界我不懂 就因为对美女的情有独钟 所以当黄仁忠见到影片中的陈宝莲时 她立马就沦陷了 为了可以立刻认识陈宝莲 黄仁忠专门飞到了香港 约了一桌娱乐圈的朋友 还特意嘱咐一定要把陈宝莲叫过来 见到真人后 黄仁忠惊为天人 她发现陈宝莲名谋好齿的样子 比电影里漂亮多了 于是二话不说的就展开了猛烈追求 在饭桌上 黄仁忠对陈宝莲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只要你和我在一起 我就会用一切资源 让你摆脱艳星的名头 这句话彻底的击碎了陈宝莲的心房 因为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 是她最大的心愿 她可以不爱钱 但并不能拒绝一个 可以帮她穿上衣服的人 求而不得为爱狂颠 跟着黄仁忠到了台湾的陈宝莲 过得很开心 不仅可以穿着衣服演戏 还可以摆脱吸血鬼妈妈 只是像黄仁忠这样花鸣在外男人 又怎么会为了一棵树 而放弃整片森林呢 在宠治陈宝莲同时 她也没有忘记外面那些阴阴艳艳艳 而陈宝莲却犯了傻 她对黄仁忠的占有欲越来越强 不仅经常使用一些 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手段 还对情敌大大出手 将黄仁忠的后宫搅得天翻地覆 这时虽然黄仁忠还在包容她 但耐心也在一点一点的消失 是有一次黄仁忠在和朋友喝酒时 将自己与陈宝莲的秘密讲了出来 我和陈宝莲同传过五十多次 却从未愉悦过 后来这件事也被传了出来 导致陈宝莲的形象一落千丈 事业也开始走下坡路 遭遇到了感情与事业的双重打击后 陈宝莲的行为越来越乖张 不仅醉酒飙车还在酒吧染上了不良嗜好 更严重的一次在酒吧和别人打架 额头被缝了十三针 变成这样的陈宝莲 让谎人中彻底厌恶了 一气之下直接将她轰出了家门 无家可归的陈宝莲彻底崩溃了 198年6月 她出席电影《感官世界》的首映里 无秀的礼服下不仅露出了多次自杀的疤痕 还表演了一场当众自杀 之后她尝试着在各种场合自杀自残 把自己的名声搞得生名狼藉 最后得到了一个四大狄王之首的称号 一代女神香肖玉允 2001年10月 一直疯疯癫癫的陈宝莲怀孕了 但谁也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 在孩子出生之后 陈宝莲倒是难得的正常了一下 主动抱着孩子拍满月照 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 就像大家以为当了妈妈以后的陈宝莲会好起来时 她却干了一件更为惊天动地的事情 2002年7月31日上午 陈宝莲第一次站在24楼的窗前想要跳楼 被保姆及时制止 下午5时 陈宝莲再一次尝试跳楼 这一次保姆没有拉住 她一跃而下 当场死亡 一生孤苦一生无碍 在陈宝莲葬礼上 陈母生泪俱下地做着检讨 华人中一脸悲痛地诉说着不舍 但又有什么用呢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最可怜的还是陈宝莲那未满月的孩子 亲生父亲未出面 陈母以没有经济能力拒绝抚养 华人中更是逼之不及 最后还是王妃的经纪人 邱李宽看孩子可怜 收为养子 起名邱黄伟 并在王妃的资助下 长大成人 现在邱黄伟已经长成了 19岁大男孩 其帅气颜值 一点不属于了全小鲜肉 还能在她脸上 看出几分 华人中的影子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一生风流的华人中 在2000年也终于 坠入了谷底 不仅生意上 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导致官司产生 身体上也被查出了 肾衰竭和糖尿病 从前围绕在她身边 那些因恋恋也一哄而散 更可悲的是 在她缠绵病榻多年 因病离世时 没有一个曾经的 粉红之己前来送行 华人中在45岁的时候 达到了人生巅峰 此后的20年都穿梭在 万花丛中 直到64岁离世时 走得孤苦伶仃 不仅没有带走一个美女 还留下了26亿的巨债 那个时候的她 是否有怀念过 曾经陈宝莲对她的 一往情深呢 在地下再相遇的时候 会不会和那个 痴情的女人说一句 对不起呢 一次次妥协 逼得陈宝莲迈向了 万丈深渊 等到她终于有能力 反抗的时候 却发现早已经迷失了自己 陈宝莲渴望别人的拯救 所以爱上了莫少聪 又爱上了黄仁中 可是到头来却发现 全都靠不住 她们只是迷恋 她的美貌和身体 她们会解救你 也会抛弃你 所以她将一切的苦难 都怪给了命运 有人会问 陈宝莲她没有想过自救吗 我觉得她不仅想过 也曾尝试过 只是陈宝莲真的太缺爱了 如果时光可以重来 那一天她或许 不会跟着妈妈 离开上海 她们就会变成了 她们就会变成了